就是2018年,大家可以提供影片中的這個人頭 那就是我看重最高峰的時刻 那時候最重最重是 今天坐下來想跟大家更新的一件事 就是超級多朋友在IG DM我 希望我可以跟大家交代一下這件事 不是我是不是有了 而是減肥 階段性成果 其實由我向外不斷放話 我減肥、workout 都已經差不多兩個多月了 由小巴西剛剛開始教我用健身室的一些器材 到現在慢慢有自己一套 覺得適合自己的減肢增肌的方法 所以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階段性的感受和成果 跟大家報告一下數字的轉變 2018年,大家可以提供影片中的這個人頭 那就是我看重最高峰的時刻 那時候最重最重是 磅數其實是一個沒什麼參考價值的東西 因為肌肉比脂肪重 所以說我看肢脂肪是三十幾%的時候 那個人是大豹很多的 因為我自己最肥的部位 就不是那些經常可以看到的部位 好像頸啊、手啊、腳啊 這些部位都ok的 最肥的部位是 肚腩、大腿、小腹啊 說實在體重上面 不算真的跌得很多 不然那些無故都沒有了二、三十磅 但是呢 當我回香港做事 看到一些例如做開業的同事 他們都蠻替我開心的 哎,你這四瘦了很多啊 喂,你這四瘦了個馬啊 有很多人都會說 你減肥這些東西 八成靠飲食、兩成靠運動 但經過這兩三個月 其實我都蠻不同意這個說法 我覺得是要吃得對、吃得夠 還有做運動 才可以達到一個素形和減低體脂的效果 好,那講一下我這幾個月做了些什麼 在這大概兩個半月呢 我都是繼續去我家附近的gym 一開始我都蠻勤力的 紅心壯志嘛 那大概一個星期我會去到五至六天的 但我不是那些當gym是自修室 三、五個小時都死女在那裡不走的那些 大概一個小時一個小時到十五分鐘 我做完我的工作我就會走的了 對我這隻體型來說 有些脂肪也想訓練多些肌肉的人 有氧和肌肉訓練兩樣都要做的 我一去到gym房我就開始熱身 然後還有一些有氧、慢跑 大概二十分鐘至三十分鐘左右 那時候為什麼是爆了汗 整個人的經驗都上來了 然後就去了一些weight training weight training這個program的負責人 就是我的美婚夫Mr.小巴西負責的 主要他要我做的一些肌肉訓練運動 就是下半身的運動 有時候會做一些負重的squat 也有一些肌肉訓練大腿後面的肌肉 我也不知道叫什麼 除了腳之外 核心肌肉的訓練也是挺經常要做的 說真的 我想沒有人類是喜歡訓練 我始終做到整個人都震了 因為那些手手腳腳都很無力 但是核心肌肉的一些訓練 是真的幫到整體個人的肌肉 力比較好 還有可以收到一些譬如肚的線條 現在做運動就沒有一開始 那麼勤力 什麼五六天 因為我們中間就去了旅行 然後我回到香港工作 所以運動的pattern 就不單是去gym了 可能有時候我沒有時間做運動的話 我會走路 我會走很多的路 很多人一早上我會自動請櫻去 不如我幫你買早餐吧 我買杯咖啡吧 那我就會走去一個遠一點 但是好吃一點 有營養一點的咖啡店 買我們那天的早餐 或者將一些譬如日常食物採購 日用品採購 放在一早上起床 我就去做 一個人不找小花生 就是沒有人幫我拿東西 我自己拿很多東西 在一個頒遠的地方走回家 其實都是一定的運動 雖然這些未必是最針對性的運動 但我始終覺得當你很忙 沒有時間運動的時候 然後動是好過不動的 即使我真的覺得很忙 完全沒有時間出門口 我可能都會站在剪片 在坐在剪片 其實我覺得也挺有幫助的 只要我的飲食方面 在兩個多月裡面 我喝多了超級多水 其實我本身已經是一個很喜歡喝水的人 韓國這些兩Lit 我可以輕鬆解決 去到我現在我就喝得更加多 更加狂 大概可能3Lit 3Lit鬆一點 我都喝到的 所以只要是競爭我 因為我經常把家裡的水 很快喝完 然後再去托水 除了喝多了水之外 我都去多了 買一些真的食物 回來說是一些新鮮 是接近本身那樣原型的食物 回來處理自己 西蘭花 露筍 牛油果 豆腐 菇 雞蛋 雞胸肉 有時候有些豬肉 有時候有些豬肉 那這些全部都是我喜歡吃的東西 純粹是買菜 洗的錢多了 準備的時間多了 還有要洗碗這3樣東西 但是我覺得是值得的 因為我都很認同你吃什麼 其實很反映到在你整個人的系統裡面 每一次吃飯的時候 我都會先把我的蛋白質吃 然後就開始吃菜 所以澱粉呢 我是的確有控制的 尤其是一些簡單的澱粉 就像白麵包 麵 白米飯 這些我是真的有控制 有時候可能 未必每一餐我都會吃 但是多多少少其實我都會吃 我不是完全介意 不然我做不到人的 看回自己本身的習慣 逐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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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 因為大方向其實所有人都知道的 做不做到就是看你怎樣實行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 就是我減糖 其實我本身也不是一個很喜歡甜食的人 到現在我就更加 conscious 譬如在香港 我有時候叫齋啡 我不知道為什麼在香港很多齋啡 都是會有糖 那那些其實我一喝到 我就知道 我不想喝 我不喝得了 汽水 加了很多糖的果汁 那這些其實我也很少碰的 另外一個最明顯的改變 就是我這兩個月開始喝shake 那喝shake主要都是想確保 我每一天的蛋白質攝取量是W 譬如我現在喝的這個shake 它每一個surfing是有13g的蛋白質的 大致上我就是吃這些東西 但是我又不會說逐個卡路里計 一吃爆了就什麼都不吃那些 我不是的 那偶爾一些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我都是會繼續吃 女淡仔 即食麵 燒肉 炸雞 其實一兩件一兩膽 我偶爾都是會吃 我有時候覺得可能為了身形好看點 是人生其中一個目標 但是人生的快樂 又有這麼多面向 難道我就為了一樣東西犧牲所有東西嗎 所以我寧願慢慢來 過程是很開心和sustainable 都好過一步到位 但是到頭來很快就厭倦了這種目色 下一個我也不知道屬不屬於減肥的東西 就是一個treatment來的 我去了做冷凍溶脂 因為我整身不是均勻地這樣肥 我小腹是很恐怖地這樣肥 五個月七個月這麼大 差不多兩個月左右 我在香港做了一個cool sculpturing的treatment 主要就是下腹 在療程之後三個星期就開始見效 說下腹的脂肪就會隨著身層代謝排走 如果你問我這個treatment有沒有用呢 有用 下腹平坦了很多 所以我整個腰型是順眼不少 According to 小巴西 所以我覺得你們對身體某些部位的形狀很介意 但是很難靠運動在短時間改善的話 冷凍溶脂是一個挺有效的出貓方法來的 遲下我也打算做可能是大腿內症 大致上這個就是我這兩個半月 在減肢增肌的路上 一直每一天都發生的一些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些參考呢 我希望有 當然我可以在每一個topic 都再轉得深一點和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有興趣 譬如想知道我現在workout routine 想知道我吃什麼 想知道我對某些supplement有什麼看法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也想真的再深入一點分享 希望現在在管理自己的體重體型朋友 可以透過這條影片得到一些小小的分享 也有多一份陪伴 讓你知道你不孤獨在營外後面 也有一個人很努力地經營自己的健康 好 那下一步呢 我的target就是可能將體肢再按到22、23的位置 另外就是我想train上本身 希望整個人都可以健康一點 對 我們一起加油 那今天的update和分享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個like 告訴我 還沒subscribe這個channel的朋友 記得快點subscribe 也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有沒有意外 我們一次兩天之後再見 安妞 好久遠的朋友 好久不見 現在也我來講 我會訴到的時候 會否有很大的